準總統賴清德持續進行產業之旅 第四站來到新創產業跟業者舉辦座談 賴清德提出觀光立國的願景 更要將旅遊產業數位化 持續推向國際 而副手搭檔準副總統蕭美琴 也出席了數位領袖論壇 強調未來政府會透過政策 持續培植臺灣的數位軟實力 當著老闆的面 準總統賴清德關心員工們的工作環境 好在沒有漏氣 產業之旅第四站 賴準總統來拜會新創產業 體驗臺灣 愛上臺灣 奮賞臺灣 從而能夠支持臺灣 每一個部會都要是觀光部 身為海島國家 賴準總統特別重視 臺灣未來的觀光發展 更要和業者們一同將旅遊產業 推向數位化 旅行業者應該要數位化 有沒有數位化就沒有辦法國際化 聽完國家未來領導人的政策願景 年輕一代的新創業者們 對於產業前景更有信心 我也非常感謝副總統 在會談中不但提到 臺灣是應該以觀光為立國的 一個角度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好的一個方向 準副總統蕭美琴 也受邀出席數位領袖圓桌論壇 含話要繼續培植臺灣的數位軟實力 我可以記得他提出了 國家希望工程 結合臺灣既有的 傳統的半導體 資通訊的產業優勢 就是結合產學 也共同打造智慧 賴清德和蕭美琴 準總統和副總統分進合集 用實際行動聽取業者的建議 更要讓新政府成為新創產業最堅實的後盾 記者林盛哲 蕭瑞生台北報導 即使的是把手工資也帶走到 反抗的